字幕提供 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 只要誰反對他 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今天我們要聊 刷新大家三觀的文化大革命 隨著大躍進結束 毛澤東卸下了國家主席的位置 看似退居幕後 但是你要知道 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阻止 毛主席的成神之路的 一場驚天動地的紅色狂潮 即將席捲全世界 經過二十千百萬人的 三年困難時期以後 隨著劉少席上台 為了恢復中國的經濟生產 開始了三治一包政策 所謂的三治就是 自留地、自由市場及自負盈虧 一包就是包產到戶 簡單來說就是一種 跟國家定契約、繳租金 剩下的都是人民自由運用的概念 這個政策結束了 福報數據的惡性循環 人民生活水準也逐漸恢復了 但是作為共產主義基本教派的毛主席 他就不開心了 他認為三治一包政策 是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 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的政策 認為劉少奇是受到蘇聯修正主義的影響 因此在1962年展開反修防修的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一開始 也是由劉少奇所主導的 口號簡單好記 輕公分、輕帳目、輕財物、輕倉庫庫 但是在毛澤東的加油天出之下 變成一場打壓政敵的鬥爭行動 毛澤東藉此籌備自己東山再起的人馬 看來老毛還是改不了壞習慣 四清運動後來擴大成 輕政治、輕經濟、輕組織、輕思想的大四清運動 這場運動到1965年基本結束 據學者統計 有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被逼死 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 產生了大量冤案 許多人身敗名列一蹶不振 四清運動 也為毛澤東、鬥爬、劉少奇拉開了虛魔 1965年描述明代清官海瑞 不畏強權、平反冤獄 卻還是因為退還明田 而遭到罷官下獄的金句海瑞罷官 被毛澤東認為有反奉大躍進的嫌疑 因此後來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 就寫了平心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此的時任北京市市長 同時也是名史專家的吳涵 被扣上了反黨、反革命的帽子 當時也有部分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幹部 希望可以保護吳涵 就組織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試圖讓海瑞罷官的討論 僅止於學術的範圍 然而偉大的毛主席與夫人江青 怎麼會放棄這種強勢回歸的大好機會呢? 因此在隔年的5月16日 在劉少奇主持下 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 會議結果在毛澤東多次修正下 發表516通知 宣布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並從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 516通知發布以後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 隨即在兩天後發表談話 只稱 中央內部有人要政變啊 要積極擁護毛主席 林彪說啊 毛主席是天才啊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 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 誰反對他 全黨共諸之 全國共討之 這一般聽起來好像是在 亂講話的台詞啊 但他可不是隨便說說的哦 而是 早就把毛主席的話 都整理在一本小紅書中 讓軍人、學生 可以時時背誦毛主席所言所行 毛語錄就是林彪所設計的 政治宣傳教材 小小的一本 端正思想 不僅在全國大量出版 甚至到人手一冊的境界 還出版了14種文字 向全世界117個國家發行 估計總共印了50億冊哦 毛澤東就此成為新中國的神 而神是不能夠挑戰的 在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被毛澤東弄掉以後 劉少奇跟鄧小平 已經無力挽回失控的國家了 在1966年8月 共產黨中央決定 推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 劉少奇不僅被批鬥、軟禁 甚至還被開除黨籍哦 才短短的3年就被折磨而死了 連火化的時候還不是用自己的名字 實在是很難讓人想像 一個帶領中國擺脫大饑荒的國家領導人 還是毛澤東輕典的接班人 最終還是被當作叛亂犯 軟禁而死 至於為毛主席出版的聖經 呃不對 是毛雨露的林彪後來怎麼了呢 嗯 後來毛主席對他不太開心啊 所以啊 他想逃跑 然後一家三口就莫名其妙墜機死掉了 隨著文化大革命持續進行 對於毛主席的造成運動也越加蓬勃發展 在小紅書的瘋狂推迫下 一群熱血愛國青年決定奉獻他們的生命 智力擁護毛澤東思想 支持無產階級專政 成為文革十年最瘋狂的存在 令人至今文之色變的 紅衛兵 紅衛兵運動推行全國 大概在1966年8月開始 其中最有名的行動大概就是 破四舊跟批鬥黑五類了 所謂的四舊就是 舊思想 舊文化 舊風俗 舊習慣 黑五類就是 地主 富農 反革命分子 壞分子 右派 這些都是毛主席口中的壞人 但紅衛兵原本的理想 是希望遵從毛主席思想 擁護無產階級專政 破除舊有的迷信跟框架 來建立人人平等的新中國 結果因為對於社會階層的不認識 只要看到知識分子或是古蹟廟宇的 都會把他當作封建遺毒批鬥起來 不僅造成許多科學家 醫生等專業人才被批鬥而死 甚至連知識分子都自願下鄉 接受再教育跟勞改 因此造成了中國的人才斷層 許多古蹟都在文革期間 遭到紅衛兵的破壞 對於中國藝術文化發展 造成了不可抹滅的傷痕 除此以外 因為文化大革命 講求完全的無產階級革命 所以主張積極的批鬥 革命無罪 造反有理 因此學生可以鬥老師 孩子可以鬥父母 想鬥誰就可以鬥誰 開啟了大批鬥時代 許多純粹的私人恩怨 只要扣上反對毛澤東思想 跟無產階級專政 就可以聚集群眾批鬥 簡直就是拿公權力 解決私人恩怨的概念 而紅衛兵不僅只是殺黑五類而已 紅衛兵的造反 可是連自己人都殺 在1967年上海1月風暴以後 紅衛兵就開始把槍口指向黨內 展開全面的武鬥 而在毛澤東跟江青的推波助燃之下 紅衛兵各派系 跟黨內各單位的武鬥狀況全面升級 小到用棍棒洩鬥 大到用步槍手榴彈 甚至連坦克都開出來火兵 你不說還以為中國發生了內戰 這個武鬥一直持續到1969年才結束 上海重慶武漢甚至是北京清華大學 都有發生武鬥 其中重慶武鬥 光重慶紅衛兵墓園內的名字 就有400多人了 那可想而知 當時的狀況是多麼暴力跟慘烈 而紅太陽的瘋狂 不僅僅只在中國境內發酵 隨著毛雨露流行世界各地 也有許多人效法毛澤東的精神 組織自己的紅衛兵 在自己的國家展開社會運動 甚至是武裝抗爭 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 例如毛澤東積極支持的柬埔寨共產黨 在成功奪取政權以後 效法大躍進跟文化大革命的手法 進行經濟改革跟大清洗 這種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文化輸出 造成了150萬至300萬人被屠殺 約戰當時柬埔寨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除了死傷最為慘重的柬埔寨 馬來亞、緬甸、泰國、菲律賓等地的共產黨 在中共武器與資源的支持下 跟當地政府打游擊戰 可見 文革所帶來的浪潮是多麼的瘋狂跟激烈 毛澤東除了造成了東亞的混亂以外 對歐美的影響也非常大 1968年法國爆發戰後最嚴重的學生運動 五月風暴 抗議活動十分激烈 政府甚至一度擔憂引起革命 甚至引發內戰 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還逃往德國 整個法國政府一度陷入癱瘓 當時毛澤東的頭像就出現在街頭當中 另外還有1968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生運動 不僅毛澤東聲援支持 也不乏支持毛澤東思想的學生參與抗爭 而從1968年持續到1969年 堪稱日本戰後最嚴重的學運 甚至爆發東京大學安田獎堂攻防戰的全共鬥 他們也在東京大學貼起毛澤東的肖像哦 可見當時紅太陽的力量 可以說是席捲了全世界 不僅中國陷入瘋狂 撼動了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初期的世界左派運動 然而毛澤東鼓勵年輕人造反 最後證明他也只是在借刀殺人而已 把他的潛在對手一個一個鬥倒消滅以後 失去利用價值的紅衛兵 就在他一聲令下上山下鄉去做苦工了 全國經濟瀕臨崩潰 最終文化大革命就隨著毛澤東之死而消亡了 文化大革命不僅讓中國歷經了十年大浩劫 也讓這些被毛澤東思想影響的國家 陷入了戰爭與動亂之中 成為了許多人不願提起的回憶 隨著毛澤東在1976年逝世 文化大革命也隨著改革派掌權 還有對四人幫的清算而結束 整體來看毛澤東的成神之路 只能夠說他利用美好的共產理想作為皇子 卻視人命如草戒 剛閉之勇 不願意聽從他人意見的國家領袖 再加上反覆無常的恐怖統治 結果就導致了人類史上 最殘酷的人權侵犯 包括屠殺 甚至毛澤東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革命輸出 加劇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動盪與混亂 直到如今 台灣與世界各地 依然受到中國霸權輸出的威脅 反共勢力如何抵禦一帶一路 中共代理人等等的銳實力干預 這也是當前國際社會必須要正視的問題 期待有一天 中國能夠成為一個真正人人自由 而且可以大聲說出心理化的國家 隨著文革的結束 中國改革派也開始一系列平反冤案 以及反思共產主義教條的思潮 而經歷過文革的紅衛兵世代 隨著文革被後來的中共掌權者否定 他們也進到了對未來迷茫的時代 就在此時 倡導特異功能與氣功修養的團體 開始陸續出現 修煉氣功成為取代紅衛兵的 另一種全民運動 下一集我們就要來聊一聊 這些氣功修養團體的主要代表 法輪功與共產黨相愛相殺的故事 我是學習筆記 我們下次見